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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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先生 就要來電話了 就要來電話了 安先生 就要來電話了 你好 安先生 安先生 聽說酒店項目 在中國進行得很順利 不過我擔心你 一個人忙不過來嘛 所以 我想派我一個新的得力幹將 過去助你一臂之力 你放心啊 这个人绝对没问题 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中国小伙子 好 好好 我等他来 娟娟 你放心 我不会欺负年轻人的 好好好 拜拜 问候你太累 亚亚 拜拜 安先生 出什么事了吗 安先生 出什么事了吗 总部要派一个人来参与这个项目 他说是一个干将来帮我 这个时候派人过来 他是不是不相信你 总是局的局棋 推荐一个人来参与这么大的一个项目 是正常的 是 安先生 这个人会对您不利吗 担心那么多了 是吗 其他只在安是吗 安先生 刘总到了 来来来 坐坐坐 出口来了 是啊 有一些初步的构想 看看 看看 你看一下 这样吧 我好喜欢啊 好极了 我现在 我一个人满意 就所有的人都满意 安先生 你的意思是 总部派了一个人来参与这个项目 所以你要付出一百分之二百的努力 让你的设计无懈可击 出去啊 对 是不是又去见柳火 是不是又去见柳火呀 你是不是想告发我呀 你以为我傻呀 我到办公室到处都安着摄像头 你以为你干的那些偷偷懵懵的事情 我不知道啊 我真是想不明白 你把我的芭笔抓到你手里头 你要干什么 你为什么要这样干呢 为了一个刘虎 要把我整死是吗 你既然知道你有把柄在我手里 那就好了 七星级酒店项目 总设计师必须是刘虎 你不得以任何理由把它提出去 放屁 不可能 告诉你 不要不行吧 只要我佟建国在 他刘虎窝想不可能 你真的以为我不敢告你是吗 我恶心 雨晴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恶心呢 我们来一年多在一起 我对你怎么样你不会没有感受吗 雨晴 对不起 我刚才不知道怎么了 原谅我好不好 我有什么做得不到位的 我改 我一定改 我为了你 我做什么都可以 你别跟我虚情假意的了 何雨琪 我最后再问你一次 你嫁不嫁我 这辈子 不可能 去 去 你去告我 去告我 你正好把我告得调底一点 只要我童谐不在 我让你跟刘虎 不会过上一天好日子 一天都不会过这儿 我会把刘火 当成一只蚂蚁一样 活活的才死 你好自为真 只要我童年不在 我让你跟刘火 不会过上一天好日子 一天都不会过这儿 我会把刘火 当成一只蚂蚁一样 活活的才死 童年龚 你可以怪我 我心里只爱刘火 不能让他出事 童年龄心里有点嫩点 个个死鬼投胎 没人跟你抢啊 妈 昨天我给刘火打电话 你听说鸭鸭好像病了 鸭鸭病了 什么病啊重不重 发烧吧 你都好了 老公 老公 那咱俩去看看鸭鸭吧 行 就好好看好我大胃 你们俩不能去啊 怎么不能去啊 不能看我妹妹啊 就你 黄鼠狼鸡击败你 你没安什么好心 我告诉你啊 王歇林 你离鸭鸭远一点 你离她越远 那就是对鸭鸭的好 妈 你怎么能这么说熙琳呢 总之就是不能去 同静谷 你赶紧逃半了 我希望你能恨我一辈子 既然我们不能相爱 那我们就彼此相恨了 或许这样 才是我们生活下去的动力 不是,在家里你虚什么虚啊 我觉得你是时候 你该管管你的丫丫老婆了 你知道她今天跟我说什么 妈,我还是想回物馆搬上班 还有,就生一点小病 她就非要吃药打针 现在小乖在吃她的奶 你知不知道 你让我多担心啊 想当年我生你的时候 我发高烧发了四十度 老娘一颗药都没有吃 我就扛过来了 我觉得她存心 根本不想在家里好好地带孩子 为什么现在年轻人都是 是吧 妈 肖肖是我的孩子 我怎么可能不好好带她呢 但是,我真的不想做一个 成天都围着灶台转 老公转 还有孩子转的家庭嘱咐 老公转 还有孩子转的家庭嘱咐 你看,你又咳嗽了 咱们回去 让你进去啊 雪姨 你说说啊,夏青 你说现在的年轻人怎么这么的娇啊 雪姨 你就不要跟她一般见识了 跟她见识就容易拉低了你的档次 别渴了,别渴了 别渴了,别渴了 走走走 你别为了我妈说你不开心 她也是关心你啊 你现在这个样子去上班,她能放心吗 再说正常的产假都还剩三个月呢 你那么着急上班干什么啊 刘黄,你说实话啊 嗯 你是不是也觉得我特别没用 就适合在家里带带孩子啊 做一个老老实实的家庭主妇啊 没有 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 我要觉得你没用的话 我怎么会娶你呢 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 你要上班我不反对 但我的意思是想 等你身体恢复得好一点再去上班 这是心疼你啊,亲爱的 是吗 好 那如果现在换作是何雨琪 她想提前休产假去上班 你会这么想吗 你怎么会提她干吗呢 我知道 我肯定没有她能力强 但是我也有我的事业心啊 我也希望能够凭借自己的能力 独自在这个社会上生存下来啊 而不是成天都依附在男人身边 做一个饭来张口 依来身手的寄生虫啊 王芽芽 有那么漂亮的寄生虫吗 演员干家务是最有魅力的 这是个很大的贡献 整个人类社会就需要这样的女性啊 是你们男人需要这样的女性吗 不是,那,那,那孩子需要妈妈吧 这个我总搞不定了吧 我去工作呢 并不代表我就不顾孩子不顾这个家了 该怎么权衡我心里都有数的 你看 我又没有什么想要大展宏图 我又不想做什么女强人 我只是希望通过我自己的努力 有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天空 如果,我是说如果,有一天 我要独自面对这个世界 那作为一个母亲 我得有身体能力吧 我得给孩子一个挡风争雨的家吧 那,那不会啊 你怎么这么说呢 你不是还有我吗 我不会让你独自面对这个世界的 世事无常 谁又能保证谁能在谁身边一辈子 雅雅,难道,你对我就那么没有信任吗 难道,在我身边你就那么没有安全感吗 刘王 火宝贝 出来一下呀 好 董总,何小姐让我打电话劝你赶紧出国 晚了就砍不齐了 我为什么要逃了 她为什么不亲自跟我说 何小姐递到局里去的材料不是开玩笑的 你要是留在国内肯定免不了牢狱之灾 逃了又能怎么样呢 话又说回来 我也能逃到哪儿呢 童话 你赶紧回来吧 哥 有什么急事吗 让你回你就回 机票已经给你订好了 童先生,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童总 你去跑 回来了 你去跑 快把玩意儿 没想到 对 你去跑 快感觉 快 你去跑 我去跑 那我去跑 你去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哥 站住 快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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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好我快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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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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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建国被警方带走调查 江山本难保 什么啊 陶建国 陶总出事了 你看 网上全是这消息 应该是真的吧 也不知道童话知不知道这事啊 我刚打个电话 童话不是出国了吗 他哥出这么大的事 他能不回来吗 妈 那个 你先帮我看一下笑笑 我去去就回啊 你说你这孩子 别人都是跑都跑不及呢 你怎么还往上贴啊 我没那么复杂的心情 我就担心我好朋友出事 我先走了啊 您这闺女啊 是个贤富爱贫的人 你以为都跟你一样啊 童建国被抓的事 跟你有关系吗 是我举报的他 为什么 至于吗 为什么 我也不想这样 但是童建国说 他绝不会放过你 谁都有资格批评我 只有刘霍你没有这个资格 因为所有的事情 我都是在为你做的 你不要口口声声说 都是为了我 我没有要你做 那么多奇怪的事情 只要能够帮到你 任何事情我都愿意做 有话 因为我爱你 你现在看起来好陌生 要不要看一生 感觉那么冰冷 感觉那么冰冷 没有你的温存 一切都不完整 你看你就无所适从 你看你就无所适从 你看你就同步余生 要怎么平和 你怎么在我身边 你别躲着我 你给我开门啊 童话 你别躲着我 你给我开门啊 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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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开门 童话 你给我开门 我知道你一定回来了 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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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够帮到你啊 你帮不了我的 现在能帮我的车律师 芽芽 你还是走吧 你这样我怎么能够放心得下呢 我不想让你看到我床妹的样子 我现在一无所有了 我哥进去了 他的一生完了 我的一生也完了 我再也不是以前那个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的童话了 我已经一无所有了 芳儿 你别这样 不管怎么说 你还有我呀 我在你身边 我是你最好的朋友啊 对不对 你给我开门好不好 芳芳 我求求你让我静一静 我现在谁都不想见 芳芳 芳芳 つ stark 对 是不可行啊 deixa我看看 行 柳芳箱 上上上上站了 我是吧 你的邓房给你们也是 是不ifik 可以去在这 快 何小姐 据说佟建国因为偷水漏水庇物 是你向检方提供的检举材料 真的是这样吗 您跟佟建国是恋爱关系请问 您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你是属于正义感 还是有什么私人恩怨 谁跟你们说的 你们有什么证据吗 是佟建国的妹妹打电话到报社 亲口跟我们说的 难道这还有假 简直是无济之态 我跟佟建国没有任何关系 而且你们这些记者 怎么能偏听偏信呢 还有没有点责任感了 他偷水漏水 你们为什么要来问我 据说你是佟建国的契约情人 你是在报复他吗 简直是胡闹 好了好了 你们不要再拍了 各位 各位各位 各位朋友们的朋友 各位 你们好 在这件事情没有搞清楚之前 请大家不要胡乱的猜测 不过假如佟建国现在真的犯了法 他受到惩罚是应该的 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 这件事跟何小姐绝对没有关系 来 谢谢 安先生 谢谢 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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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合bern established 退ou 相信阿雄 吃 ignaras 大小姐 我想知道你现在代表谁说话 安 shop 您是个明白人 我明白 我完全明白 从建国发生了这件事情以后 合作的计划肯定要取消的 那怎么说 留火就可以顺利进入了 我不希望你以后 插手这件项目了 你知道你这样做 影响多少人吗 这项目现在陷入丑闻了 我非常抱歉 安总 但这件事情确实有逼不得已的原因 不管什么原因 都要考虑后果 这件事情说起来 安总 您也脱不了干系的 如果当初不是您的话 我们同建国 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你跟从建国有什么矛盾我不知道 我也不想 我们好想吃 过去 我们好想吃 我们好想看 我们好想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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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能啊 我们好想吃 噓� 兰华 movement 我哥 他被抓了 你放心吧 我会给他找一个最好的律师 先回去吧 怎么样 还是家的感觉好吧 愣什么 先把行李放去房间吧 头发 我看还是算了吧 我别住这里了 为什么 这里是我们的家呀 可是这里是你家 并不是我家 我的就是你的 还是不一样的 向辉 我哥发生了这么大事 你还是不打算陪在我身边吗 童话 你放心吧 我会照顾好你的 但是 不一定要朝夕相处啊 可我们是恋人呀 为什么不能朝夕相处 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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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家吗 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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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是在想法 你还是想见他对不对 东建国 你头疼 进来 安先生 郑主席派的人已经到了 快请 快请 好的 向先生 有请 安先生 向总 请坐 请坐 向总 时间在上手 委屈你暂时就在这里办公 过几天我会安排一个适当的地方 帮了你工作的 谢谢安先生 这里已经挺好了 这次总部派您来 是让你负责 项目的设计部门 这方面你有什么想法吗 是 没错 可是我认为 现在要排除隐患才是当务之急啊 隐患 对 安先生 这里是七星级酒店项目 有异想的合作公司资料 但是现在 童建国不是出了一些事情吗 我认为之前 跟他有异想合作的合作商 都需要重新调查考核一下 好 这样从果然是有备而来想得很做到啊 哪里 只是谨慎期间而已 谨慎就好 好 这件事情 你全权处理 放心吧 先生 我一定尽快给您一个处理答复的 你怎么在这儿 天气预报说今天会下雪 你说为什么还没下呢 我在问你为什么你在这儿 你还记得吗 那年雪天 我们约着去滑雪 后来因为其他事情给耽误了 到今天都没去成 刘华 要不然每天我们约着 我好想跟你一起去滑雪啊 时过今天啊 现在说这些一点用都没有 我在问你为什么你在这儿 你还关心我吗 我不是 孤独的体温 我竟变成无可救药 就是一只小猫一只小狗在这儿 我也会关心它 我突然觉得我没有地方可去 我身边甚至连一个好朋友都没有 因为这些年 你是我的全部 你是我的中心 我都没时间去交朋友 你说可笑吧 那么冷的天你在这里等我回来 就是为了抱怨我吗 你的思念 不是 我只是觉得我自己很可怜 付出了所有 到后来却落得这样的下场 我都没想到我 你怎么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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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样我不会向你逃 因为我只要你记得我的好 我什么都不需要 我只是想天天能够看到你 不管我心里有多苦 我只要看到你 我就知足了 刘花 我想要一个家 你能给我吗 玉玉 来 孩子还在家 我先 我先回家了 玉玉 粒子 我找你有事 来办公室见我 没啦 你不看我 你不看我 我的意思是 你就是好 行啊 就七星级九代理的项目来讲 现在同建国被调查了 他的公司一定没有资格进 而安查尔那边 也一定会吸纳新的公司进来 对我们火气公司来讲 这就是一个天大的机会 我们公司虽然规模小 但是只要账座漂亮 我们还是有一定胜算 林萨 现在我们得抓紧时间了 可是姐 这件事 不用 先咨询一下刘总吧 你先瞒着他吧 为什么 我怕他顾虑太多 你至于错过这个 让火气公司飞速发展的机会 我们把该做的先做好 到时候 在后面推他一半 姐 我发现 你才是最适合霍哥的女人 你俩还会在一起吗 你俩还会在一起吗 看缘分吧 莹莹 我跟何雨琪不是你看到的那样子的 霸贝 哦 如果我们两个现在没有结婚 现在在垫衣服 的人 会不会是何雨琪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绝对不会是她 我绝对不会再跟她 有任何交集的 这个世界上没有事情是绝对的 就像我们俩 认识的时候也没有想过 我们俩会结婚呀 而且你和他 还有一段我无法替代的过去 对吧 那你跟向辉也有啊 难道我也应该对你没信心吗 我们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我们有太多的不一样 刘霍 你是完整的 我不是 我是残缺的 还有何雨琪 她是你的前女友 她对你没有死心 佟建国出事之前是 之后 她会更加地忘不了你 你管她怎么想干吗 你管她怎么想干吗 我们过好我们自己的日子不就好了吗 有她才怎么能够过好啊 我每天都在担心 你往回家 会不会跟她在一起 有的时候我跟你打电话你没接 我会在想 是不是她在找你 就像刚才 美娅 对不起 不要 所有人都可以跟我说对不起 但是你不要 从我们两个认识到现在 你帮我的太多了 不管我们以后会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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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你 始终都是亏欠的 我没有资格去责备你 我也没有资格去怨恨你 但是 我能提个小小的要求吗 如果有一天 你打算离开我 请你事先通知我 给我个理由 当面说清楚 不要不联系我 也不要 再让我当一次傻瓜好吗